建立事件,当我点了这两个之后,这两个都要能够显示出,点下去有没有,然后要能够,我点其中一个,底下要能够执行,点这个,一样要执行,那其实程式码都重复了,所以这个时候用共用事件会比较好一些一些,因为如果你个别事件要写一样的东西,写两次,那怎么样共用事件,我想前面我们有讲过嘛,就是你如果个别事件的话,就是自己在里面new一个什么的, 那个Spinner的ItemSlate的Listener,那这个就是这个东西,你可以点一下Set,它自动会跳出来,那你选一个那个ItemSlate的Listener,然后呢,这边后面建一个名称叫Listener好了,OK,那两个都是Listener,底下的话特别注意,你一定要在那个刮符后面,就是onCreate的外面,建一个Listener,建的方法的话也很简单的,就是先Spinner点onCreate, 这个ItemSlateListener,名称就是上面这个名称,OK,然后new一个什么呢,Spinner点ItemSlateListener,OK,那后面的话呢,程式呢,这么长一串呢,实际上你都可以自动产生,那怎么自动产生特别注意,就是这个地方,一定是小刮符,然后呢,后面一定加一个大刮符,这个可以不要空白,加一个什么呢,加一个分号, 有没有放上去之后呢,会出现什么,新增位实作的方法,点下去之后呢,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类别,所以会自动帮我增加两个方法,其实哦,这个可以不要实作,因为呢,no,onNothing,Slate,应该,应该没有这种机会,一定都会Slate着,一定会,一定会点到一个,所以呢,当我点了这个之后的话, 它会传进来一个Arg0,Arg0实际上就是点了哪一个,那我可以把它Toast出去,那怎么Toast出去呢,把这个地方呢,输入一个叫Toast,So,Toast很简单,点一下,一定是MagTest,有没有,然后填充题嘛,第一个,Get Application,第二个的话什么,要Show什么讯息呢,Show你清单上面点了哪一个,所以清单上点了哪一个,它传进来,